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父母养育孩子不容易 孩子拿着高工资 是怎样回报父母的呢 咱去找一个人去了解一下吧 师啊 哎 在这晾快点 嗯 这没事了是吧 对啊 嗯 那个 还是干着活了吧 嗯 干 能干的就干的 干不的 孩子给养老的钱 师兄 你多大年长啊 五十六 五十六 十大楼呢 看着他年轻没有 是吧 你几个孩子 哎 两个走一个呢 嗯 两个走一个 老大在内蒙 保港 他干毛工 干毛工 呃 工商 工商 哦 老二呢 老二现在工资也上完 工资是吗 上完 上完是吧 干什么工资啊 毛工 也是毛工 也是毛工 那整到一碗几了是吧 一碗啊 一碗是吧 一碗几 你这华销孩子没有给你吧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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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你这还不要孩子没有呢 刚才通过和大叔的了解 大叔说了他的儿子一个月 挣一万多块钱 儿子给他钱他也不要 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体谅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